看艺术品很主观的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有时候很当下 会直接反映你的心情 你会有你的感觉 我也有我的 我去 嗨 有见面了 5 3 3 2 1 为什么这么多人 喜欢把心事讲给陌生人听 知道你最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喜欢你 可能我太想谈恋爱了吧 喜欢一个人我不喜欢一个人 都蛮简单的 那你要怎么判断一见钟情这件事 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吗 就是想来谈恋爱啊 这样讲起来很不负责任 但是 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接触的感觉 真好吗 我还是在很多人面前 发现我们是一样的人 你需要的不是陪伴 会去美容我 有一次啊 我们看了一部老爱情片 他就跟我说 我们一定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觉得害怕 事情到最后 偷骗了一团混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天都想要见到你 我们可不可以先相信现在就好了 你骗我啊 你不是也在骗我吗 善意的话 以后不是一件很坏事 就算失败了也可以赖离局的 多好机会 我连自己都骗过了 没想到他什么都知道 好像不是他需要我 而是我需要被他需要 我不想他每次牵起你的手 又要放开 我只是想 尝个恋爱 我不保存恋爱感 好